好 谢谢民主 香港战中行动高涨 美国白宫国务院连三天高调声援港人 虽然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他批评外部干涉香港 不过美国总统欧巴马和国务卿凯瑞 还是呼吁港府自治 尊重抗争的民众 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访美 宣称反对外部干涉香港 但美方以罕见的大动作表态 总统欧巴马 国务卿凯瑞和参众两院领袖相继发声 关注战中 总统欧巴马在会见王毅 美国在密切关注香港局势的发展 并且希望港府和抗议人士之间的分歧将得到和平解决 美国国会则推动两党立法加强监督香港事态 甚至要组建国会香港核心小组 近20万人在白宫网站联署支持香港公民抗争 白宫连续三天四次表态支持香港人的心声 支持香港和平战中的声浪在世界遍地开花 而前港督彭定康说正是因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对香港和平战中的支持 他认为六四的血腥镇压不会在香港重演 新唐也还电视江紫阳编译 先查莲 第二天 大夫 韩幕 大夫 感谢观看